朋友們大家好,我是Charlie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蒸的蔬菜卷 材料是特別的簡單 你可以用時令的蔬菜 比如像現在可以用韭菜 這裡就是200克的中筋麵粉,最普通的麵粉 給它過個篩 過篩它並不一定是因為這個麵裡頭有疙瘩 只是就是說讓它這個麵過篩以後 它變得非常蓬鬆 這樣破出來的麵就比較均勻 看我這篩完了以後實際上沒多少東西 就這樣了 做這個卷,和麵非常重要 你加點鹽,大概就一克多一點 增加筋性 這裡是10克的蔬菜油 只要是沒有味道的油都可以 也是為了讓它破出來的麵延展性更好一點 水90克 這個麵破出來是偏硬的 所以說這個麵很好破,水直接倒進來就行了 因為它實際上是水肯定不會多 就給點耐心把它揉成一個團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直接下手了 破這種麵就是說你可以拿這個大團 粘周圍這個麵 很快它就能夠粘在一塊兒了 第一次不用獲得很光滑 只要基本上沒有那種乾麵團就可以了 給它揉成團 先讓它醒一會兒 第一次先給它醒麵醒五分鐘 五分鐘以後我們再來火 現在等了五分鐘了 這麵只要稍微醒一會兒,它特別好火 咱們看看,現在我這又揉了大概十來餡吧 看一下效果 跟剛才比較一下 你看這麵就很光滑了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讓它再次醒麵 再次醒麵,它醒一個小時 做這個餅,醒麵特別重要 一定要把它醒透 這樣做的時候呢 這個麵就有筋性,不會破 醒麵這工夫咱們準備一下餡料 這就是一小把韭菜 現在韭菜特別新鮮 把它洗乾淨,控干水 跟蒜花炒一個雞蛋碎 之後的時候加點蝦皮 把這蝦皮加熱更香 聞到香味的可以關火 把它放涼備用 韭菜控干了以後 直接就給它切成小碎丁 這裡大概是一百七十克 熟練的話你可以多包一點餡 如果不是很熟練 你就少包一點餡 調餡之前一定要先給它加點油 這裡加了大概一大勺吧 加上油以後呢 它就能待會兒你再調味的時候 這韭菜就不出水了 先把它調勻 接著就把咱們這個放涼的雞蛋碎都放進來 調韭菜餡不用加太多的味道 但我基本上就加一點點蠔油 不用太多 再補一點點鹽 因為咱們這個蝦皮裡是鹹的 另外炒那個雞蛋的時候也加了一點鹽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注意加的鹽的用量 別把這個餡條鹹了 吃韭菜就是吃它本身的味道 所以不用加像五香粉啊 什麼十三香之類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麵已經醒好了 這是一個中等偏硬的麵糰 有一點注意就是 醒好的麵千萬別再揉了 我們直接準備給它擀 按板上給它來點乾粉 防粘 上面一樣給它塗一點 擀它盡量整理成一個圓形 擀麵杖上也給它塗一點 防粘 我們基本上就是給它擀成一個大圓餅就好了 所以擀一擀給它換一個角度 這樣擀出來比較圓 如果下面不沾的話也不用翻面了 就這麼直接擀就行了 因為醒過的面它非常的光滑 經過這麼一擀下面一樣 你看我翻過來也一樣 一樣很光滑 如果翻過來就翻過來 順地便就這麼擀了 擀的稍微薄一點 目測的話大概有十二十二十三寸的樣子 我覺得差不多了這樣 看一下大概就這種薄度 稍微再給它擀一點點乾粉上的沾 你看醒好的麵只要你不給它重新揉吧 它很聽話 你擀成什麼樣它基本上就什麼樣 不會再回彈了 如果這個麵你在擀的時候它老回彈 說明這個還需要再醒一會兒 行這樣就可以了 看一下大概這個麵的中部是在這兒 我用一把小刀給它擀一個十字出來 如果你要是用手 有的人用手也一樣的 用手掏個小洞也一樣 現在就是開始放餡了 放餡呢就是要根據自己的這個 根據自己感覺那個什麼 舒適度吧應該叫 你覺得你能多放點你就多放點 你怕老實給那個 放多了它會漏餡你就 你就少放一點 餡呢你不怕它剩 剩一點沒關係 剩一點你直接炒一炒或者什麼 這韭菜和雞蛋 就是怎麼做都好吃 中間這個小口這兒 你給它稍微留一點點空間 因為待會兒就從這兒往外頭卷 然後四周圍呢 留大概一寸的空間吧 因為那個地方呢一會兒我們就是 等於是靠它來給蓋住的 就邊上給它留一寸的大概 這種樣子就行了 那我這就都搁進去了 差不多都搁進去了 給它攤得稍微的均勻一點 這樣包的時候好包 這個現在就是開始我們這個 最精彩的部分了 你看這個從這小口往四邊上拉 就這樣別著急 你可能一開始的時候啊 它又特別不精化 不過沒關係 你就這樣慢慢慢慢的 它就拉開了 手上沾一點餡也沒關係 你看你一邊這樣往外拉 然後一邊呢往外 對 往裡頭壓 這樣你看 而且呢就開始的時候比較難 你越包把它就越簡單了 放個位置 稍微給它壓一壓 然後這個位置再稍微往裡頭卷 卷一個部分 這樣比較容易控制 卷的時候呢 稍微就是一邊卷吧 一邊壓一壓 把那空氣給它排出去 我這就一鏡到底吧 給大家看看 實際上這個東西 只要你這個勁兒啊 使得優著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有餡兒 你看這餡兒就是 有的部分餡兒太多吧 它會往外露 不過沒關係 就是說你看 用手給它往裡頭 握一握就行了 我這餡兒就偏多了今天 我最主要就是最後給它 你看 都壓好了就行了 你以為塞不進去那麼多餡兒 而最後呢 摸到最後它就塞進去了 你看 這就都塞進去了 行了 看這不就是 都放進去了 都放進去了 最主要 邊上你看有的地方 你怕它漏 其實它待會兒 一蒸的時候它就黏上了 你可以檢查檢查 盡量別露餡兒 好 然後這個時候啊 你可以這麼直接 整個的就放進去蒸 或者你給它 分成什麼樣的形狀都行 我呢就一般的 因為我正好是兩個容器 我就給它整理成一個方形 然後直接 把每個邊給它切開 這樣就正好我有四個 四條 然後正好就是蒸兩屜 這可以你根據自己家裡的那個龍屜 來進行調整 大小都可以 你整個 你打圓圈放進蒸也可以 這就可以了 這我們就可以準備龍屜 然後放到龍屜上 開始準備蒸了 好我們直接擺到龍屜裡頭了 準備上火蒸 上氣開始蒸 用大火蒸十分鐘 別蒸太久 蒸久了韭菜就爛了 時間到了 關火就可以直接開蓋 因為它不是發麵的 不需要再醒了 蒸得多漂亮 它燙的話稍微量一量再吃 我就切開一個給大家看看 哇哦 多綠 翠綠翠綠的你看 嚐一嚐 嗯 嗯 特別好吃 這火候很重要 蒸太久的話 這韭菜就沒這口感了 另外一個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我今天錄音是 就是邊做邊錄 沒有在後期給它錄進去 不知道這種效果好不好 另外謝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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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